老年人的身后事要不要提前安排 要安排好哪些事 才能活得潇洒 走得无牵无挂呢 大爷 有些事老年人可能觉得不太激励 也不愿意去想 可是我想知道 年纪大了该不该把身后事 做一个安排 应该有 人到老了呀 有个老伴啊 很好 像没个老伴呢 你都要安排好 对啊 有个老伴 你不能同时离开人去吧 对 牙肉鱼的走了 你劝他或者带婚啊 或者一个人啊 我给你留下多少花钱啊 我这房子你怎么守护啊 养老问题这个就安排好 另外劝他不要太想我啊 这个就别提了 这是我自己太想你这个 不说 这意思就是什么这个 应该有个预嘱啊 告诉这个 在钱财房子上 跟孩子就交代清楚 嗯 对孩子应该有哪些交代 把财产交代清楚 省得啊 老人死了以后 子女做打架 这多寒钱 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 多了 你看这法治进行时 闺女儿子为了 争夺父母的财产 一个房子允许钱 这两样是动人心啊 你说你说又上学又学手 最后你挣多少钱 拿不好不均上罚就好了 好 打起来 对吗 还有打起来的 好 亲兄弟亲姐妹都不认 是吗 就是这钱 一个房子 所以说老人事先要安排好 对了 给他们安排好 写好一桌 第二个呀 要把好的家分啊 告诉自己 对 多年的社会经验 要告诉他 上班以后要住一生 这样之后啊 老人可以在临终之前 做好这些 一般的房子怎么安排 这房子呀 儿子归的都办法多着呢 最好的办法 把房子一卖 把钱一分 那省事急了 这儿女都想办法多了 那作为您自己来讲呢 个人来讲 给我回应 您安排过这些事吗 交代过这些事吗 早就跟你说过 是吗 现在之后 房子怎么回事 这个钱 密码 都得给我回来说 哦 都告诉他 有多少钱 密码是多少 都告诉他 密码 他会不会想着这个 钱 钱不许动 哈哈 钱不许动 等他动了 你再要个男 哦 根本你要不男 那卡在您这放着 都在我这 哦 另外 子女父业 享受父母的财产 天经地义 别人不行 是吧 嗯 为什么说再婚呢 就不行 嗯 他要查子子女 享受我这个 绝对 是 我的子女行 您在对 下一代的教育方面 对子女有什么 嘱托没有 这个呀 人家走的路啊 你可以把话说清楚 他究竟怎么走 能查的事 挺没辙 哦 你可以看到 这父母 对子女 就是一个榜样 你给他讲太多了 也没用 他不听 这个就管不了了 是吧 最好的老师 是要他走社会 撞个难强 吃亏 试错 吃亏上当 受欺 受算 你是最好的老师 一个他讲了 他听他不听 他说 您的老爷太过时了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对 年轻人许计风高 我大学毕业 我年轻 你走社会 试试看 你钱这么好 另外还有其他的安排吗 还有一个就是 倘若发生意外 我说你别着急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就完了 总体来说 您的目的就是 让子女过得更好一点 那可不 谁希望自己的孩子 受罪 他走的人生路 你告诉他 完全没用 剩下是遗传是吧 是 你觉得老年人 是不是都应该 做这方面的打算 都得 都得做 财产安排 还有自己的后事 什么处理 都应该有个安排 讲些个人生经验 而他不听 不听 没用 不过 你可以实现让他 有个印象 和我吃亏上的 社会是怎么回事 人 人性 如何为人处事 干涉他这个之后 我也管你 对 他回起来 还会哄我说 那个 你会不会提前把这个房产 写上孩子的名字 会吗 我希望写上他 然后我就放心了 对 大爷说的都是大实话 这么做也是为了将来 能让自己安心 无牵无挂 我认识一位83岁北京退休的女教师 五年前就写好了遗嘱 大致内容是 一套房产卖掉 连同所有积蓄四个子女平分 另一套房产留给唯一的孙子 治不好的病 干脆放弃 不买木地 不买骨灰盒 和老伴一样 撒在大连的海里 因为那是他们的老家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眼眶湿润呢 不知道您是否赞成 那位阿姨的做法 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您的支持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